我2003年在蘋果日報上班 那才真的叫黑鴨鴨一片 連便利商店都沒有 你知道 吃個飯還要跟同事 借摩托車騎到那個大輪發餐廳去吃飯 那邊的形態就是晚上的確是黑鴨鴨 因為晚上沒有人上班 整天講應該是講那個 可是你仔細看 就以我們年代這個攝影棚為例 我們出去是瑞光路對不對 瑞光路對面是不是江南街 你去江南街看看 那個就是台北很典型的 比較傳統的 傳統 然後可能巷口就有麵攤子 然後可能走幾步路就有傳統市場 我不知道蔡委員你怎麼觀察連勝販 我看起來他如果開槌大概就是失分 失分不是他故意的 是因為他對台北的你不了解 因為說這個什麼 內湖南港這是髒嘛 沒問題你要問他說 那不然你黑鴨鴨 那不然你想要把它變成怎樣 他說黑漆漆啦 喔 黑漆漆 那不然他想法是這個區要變成怎樣 我想他是要讓他這樣 三四的量 我想他是要讓他 他的好意也是好意 要讓他更平平 但是你說的話 這些人不是一定要過他更平平的生活 就是另外一群人 我跟你講他們 我們第一個就想說 我這個租房子很有經驗 我就先看附近有沒有洗衣店 郵局 就是我的生活之所需嘛 對不對 結果呢 剛搬來的時候呢 我還問說 我現在住在那邊 我還問說 請問這附近有沒有洗衣店 他說 你要洗衣店喔 然後就給我名 他說叫他們來收就好了 我說 噢 不用自己 生活型態不一樣 因為很遠 而且就是說他們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服務 人家在房地產的朋友 告訴我 他說你如果是要去買一個家 你注意看 那家旁邊如果是沒有便利超商 沒有幼稚園 沒有大賣場 就表示這家旁邊看起來都很漂亮 很多 但是那沒人住 因為商人就是看到人口夠 他才會進去嘛 對 這樣子 所以你說 剛剛我給大家看到的就是說 內湖南港 總共208家便利商店 表示說這裡有人口嗎 有啦 這裡有便利超商 沒有大賣場 都有嘛 這裡就可以選一隻禮物 內湖南港一期立委 一期立委 來 我們先休息 今天我們走出去旁邊也是有洗衣店 對啊 不是 也有啦 應該有洗衣店也叫我們來收 那個生活型態 你看 前天台北市總工會也有邀請 連勝文去跟勞工對談 我判斷 台北市總工會想要幫他助選 那這個很多勞工就跟他反應說 現在工會被資方跟這個勞工的官員打壓 連勝文說 蛤 真的喔 這我以前在美國都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啊 可是台灣一直都這樣 這就是我要講的 就是說台灣的工會被資方打壓 被官員打壓 這個是很平常的事情 這已經常態啦 對 你怎麼會說 真的有這回事喔 這樣子 然後就會說 我們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怎麼樣 我就知道說 你這個害了 你對台灣完全沒有了解 來 派希 你怎麼看 我覺得 這個洪毅大哥講的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致辭 除非我們參加辯論 辯論是幕僚把你每一個議題 社會住宅政策要怎麼做 福利政策要怎麼做 這個交通建設要怎麼做 這是被好搞的東西 但如果平常這種不經意 特別在致辭的時候 不經意的 沒有看稿的 就會流露出他的意識形態 他的生活背景 他的成長經驗 這個絕對也假不了 就是說 像林鄭文他認為 他印象中的一個台北市 什麼叫黑壓壓的定義是什麼 恐怕跟我們長期在台灣 或者台北生活的人不大一樣 就像剛剛洪毅大哥 舉公會的例子也是一樣 在台灣不要說工會被打壓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 有工會的歷史才多久 對 連工會都沒有 還要談談打壓 那這個東西是不經意的 就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小朋友從小就念詩項 那念到國中的時候 他告訴我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就是說他們班上在討論班費 現在的小學生交班費 公立學校的小學生交班費 很多是老師沒有硬性規定 就你可以自己教 而你很窮的你也可以不要教 像這樣的情況 現在工藝學校很多小學是這樣 你知道他們的小學是怎樣 就是說有一個人說 老師說要交班費 班長同學自己開會 班長主持 班長說不然一個人交兩萬 全班沒有一個同學說 兩萬要怕死人沒有 大家就覺得 整班都好人 所以他們認知上就是說 從小就 你說的是屬心班 屬心 屬心 班長這個人要交兩萬 他也有可能小孩根本不懂 價錢 沒有 他們要幫我活動 就是到高中 不是小孩子 不是小學 我的意思說 他們一路都是念失效的 爸爸擔憂的是說 對他孩子來講 討論這種班費 一個人交個一兩萬塊 他的兒子好像認為 這個很正常 因為全班都是很有錢的人 所以他形塑 他對金錢的價值觀念認為說 跟一般人不一樣 就兩萬是什麼 沒有什麼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搞不好 他口袋裡面就有兩萬 沒有 我沒有怪他 我只是告訴他 他爸爸擔憂 就告訴我這個例子 就像我們有一次出國 後來跟一個醫生的女兒 因為去日本 當然就是有經濟艙 就是這位小姑娘很可愛 一到她的位置的時候 她就把外套脫下來 直接交給空姐 因為她都做商務艙的 空姐就說 你要自己發 她說 她也沒有覺得 她只覺得 這次怎麼不一樣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很自然的 可是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怪他 他就 你知道那個動作自然 那這就是 因為他從小 他經驗上就是如此 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用做頭等 我剛剛舉這例子說 爸爸告訴我說 他開始發現 有一個嚴重問題 就是他孩子 對於很多東西的價值觀 跟一般的社會 一般人是不大一樣 我了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同樣的道理就是 年生我會一直講這些錯話 你幾乎看他都是 就是那個是凸顯出 他的過去的經驗 他的成長背景 來讓他認知這個土地 認知這個國家 認知這個社會 所以這樣的一個背景 在這個過程 選舉過程裡面 不只現在 你看將來一定會陸續 一直出這種 大家認為 這內湖 我看到這個報紙 我真的嚇死 我剛剛講說 我認為他內湖 叫做黑黑七七黑呀呀 他不是台安清水五千 那不就是 他不知道怎麼形容我自己 很幾天 我不是去拿連聖文騎台 對… 連兩天騎兩邊 大家在唱歌嗎 唱一首歌 愛別再贏 你像我 愛別啊 阿這裡贏 大家都會唱嘛 連聖文不會唱 對 滿英九要他多練 對 為什麼他不會唱 他長期在美國練書 後來就在香港上班 不是 我不只會唱 我還會用三東槍唱 這首歌 因為夜店不會放這首歌 對不對 真的啊 因為他以前都泡夜店 在他的生活體驗裡面 或是他的朋友圈裡面 都這樣啦 大概沒有人會聽這首歌 或是沒有人會放這首歌給他聽 這首歌連大陸人都很多人會唱 這首歌已經快變世界名曲了 就像我們不會唱 黑眼兜兜的歌一樣 就是他很熟 其實我非常同意洪英哥所講的 我也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所了解的 他是想得分卻變失分 我們台灣人所有的人 今天聽到這個話題其實衝啥 內湖南港 我在台北也住了那麼多年 是這幾年發展最快的地方 你還在講內湖南港 你說到這二十幾萬人嗎 你剛剛講 內湖二十八 你去查一下 他是這十年暴增的喔 你看他蓋的房子數量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露營這個地方 你出去瑞光路 瑞虎路路 他是非常熱鬧的 熱鬧到人山人海 然後便當店中午都要排隊的 那連勝我為什麼說 他想得分變失分 我同意洪英哥講的 因為他不夠了解 我先跟大家講 他這個不是失言 他是想得分 他的目標要跟大家講 我跟你講 他是要講說 內湖發展成這麼好了 可是四期五期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來當市長說 四期五期也要一樣好 他想要講四期五期 南港他想要講靠近戲指那一塊 可是他又講得不精確 然後大家一聽 他說內湖南港怎麼那麼差 你實在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人家說這次比狀況賣還狀況賣 所以我就說 大家聽得以後嚇一跳 我們內湖南港我覺得最近都不錯嗎 他要講 對 我就很精確的跟你講 我了解的就是 他要講內湖南港最近發展得這麼好 然後南港還有高鐵 對不對 還有軟體園區 然後科技園區 可是四期五期 內湖四期五期沒有那麼好 然後南港靠近戲指 我這樣講很精確了吧 所以他要把這三塊地方的票拉來 可是講得不精確被誤會了 那跟馬英九站台 選舉場合會不會唱到歌 一定會嘛 你去練一下嘛 問爸爸嘛 背也把它背起來 他爸爸也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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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說你在家裡有沒有跟你爸爸講台語 他說爸爸會跟我講 可是我通常也不怎麼回他 但就你自己的問題嘛 你不可以說自己嗎 他的台語是會講 但是是 就是 這叫每況愈下 可是我覺得不要去 科球一定要會講台語 對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你就要自己 你的status你要確認好 你是什麼樣的候選 我就告訴你 我都不虛擬你們這一塊 就像李昭他說 我選舉不用總部 不抱小孩 不摸狗 那可是他的選民會支持他 你要把你的定位定出來 所以他選不上 對 但是如果你 連勝文你要來選台北市長 你又認為你要跟台北市的普羅大眾 保甘情 那你又不肯去接近那一塊 而你過去的人生四十幾年 又沒有那樣的經驗 就會捉襟見肘 你就會 處處讓大家覺得說 你缺了很多的 就是我們現在在選番茄大賽 我們要選最好吃最紅的番茄 結果來了個芭樂 他把自己塗紅 就說其實我也要參加 我應該要一下 那就是問題了 然後他就說你就在這裡了 你今天 你今天就是沒有那樣的生活經驗 你就是沒有坐公車 沒有坐捷運 你就是不懂台灣人在唱什麼歌 吃什麼東西 我覺得你有 你真的講話很自爭俱作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連勝文他現在要這樣子 去告訴人家說 我也跟你一樣 他會很辛苦 所以他民調一直上不來的原因 也在這裡 這是今天中央時報 夏倫 說連勝文你打完維基牌 你還算什麼牌 他其實這拼其實是你批評他 那批評他的重點 我簡單跟他講 他第一個就是說 你就是民調一直拉不起來 所以找你爸爸 找你爸爸去找誰 找大佬 找吳輔千歲出來 但是也不好 你怎麼這樣 你現在已經在打 在選戰前五個月 你就打總統牌 你怎麼說 說總統最近兩天兩度 就跟他站台 對 你現在這拼就都用料料 他後面有打什麼 未來要打什麼 有啦 蔡義山 他有告訴我們 其實最重要打的 其實都不是這些總統牌 你爸爸牌 是什麼 是你自己有沒有料 你自己有沒有料 你就可以很有自信 講很多事情 那 那 這個清華大學 有一個社會系的教授 叫姚仁堂 其實以前是那個 蔡英文的特助 他在新新聞寫一篇文章 我覺得講得滿有道理 他說 講到好龍斌 就知道好博春 講到吳智陽 就想到吳伯雄 講到連勝文 就想到連戰 講到馬英九 就知道了